我自己的事情 我凭什么要跟别人商量 凭什么 字幕志愿者 .. 痴情朝日月永世流芳 万千尘埋入目击何时回头遗忘 不思冰箱 怕不过自己甜蜜高相 万物是万人之上 万千尘埋入目击何时回头遗忘 不思冰箱 怕不过自己甜蜜高相 万物是万人之上 万千尘埋入目击何时回头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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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给你用刑了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没用刑就成这个样子了 陈民夏 你跟朕说实话 自从你归顺以来 大清国对你怎么样 到底怎么样 你说实话 皇上 您对臣 安重如三 你在前明做什么官 大清国就让你做什么官 而且连连高升 只升到内院大学时 魏品之高 累于宰相 多少人指摘你的人品 说你朝三暮四不堪重用 可是朕念你是保学之神 人心你的才华 希望你的国家有点低报效 结果呢 皇上 你在人前 百依百顺毕恭毕敬 可在人后 却怨气冲天出源不逊 你对得起大清国吗 你对得起朕吗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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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恕罪 若要天下安 留发赋医官 换句话说 只要大家都说这辫子 大清国就有无宁日了 是这个意思吗 说这种昏谎的时候 你心里究竟怎么想的 你老老实实跟我说出来 朕今天无论如何要那我明白 皇上 真的容臣 叹眼相告吗 容你了 为了这条辫子 在书与不书之间 有多少人 失去了头颅 陈明夏 让他说 前面 早就是一条落了底的破船 不羁自沉 为了取取一根辫子 流了多少血 就激起了多少仇恨和反抗 还逼着多少人跳到水里面去 拼命要把这条破船顶到水面上 皇上 臣没有别的意思 臣 为大清国绝对 不值日啊 说得好 好 朕在问你一件事 你揪起汉官联署奏折 告发满人滥用私刑 当然是出于攻心 可是 你们有没有私刑 皇上 臣的私刑 难以启齿 请务必坦言相告 满汉一体 是皇上年的圣意 也是大清国的理想 可如今 中满清汉的事情 却无处不在 在有些人眼里 满人的缺失不是缺失 满人的罪孽也不是罪孽 你放肆 这么说 在朕的眼里 也是重满清汉 不 皇上圣名 这 与 与您无关 你揪住满人的罪你不放 有出口恶气的意思 还有向朕邀愁的意思 皇上动若观火 臣知罪 皇上 臣纵有万般罪过 可是臣的心中绝无谋反之意 谁让你吃软饭拉硬式 皇上 你松手 皇上 臣为大清国处心积虑 上上下下难免多有得罪 他们想置臣于死地 无所不用其极 皇上 皇上 您不能见死不咎啊 堪在臣死心塌地 效忠朝廷的份上 您就高抬贵手 逃臣一命吧 你怕死啊 你怕死啊 怕 为什么怕 任 仅有一条命 死而难复啊 皇上 有朝一日 大清国危在旦夕 你会怎么样 皇上 你会像狗一样的哭泣 跪在新主子的面前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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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妃娘娘 永和宫井贵人来看望您了 花柱子给娘娘请安 大老五给侧公经妃请安 找干净的地儿做吧 只要你能找得着 这讲究起来呀 比观音菩萨都讲究 邋遢起来呀 比造老爷都邋遢 什么味儿这是 知道您喜欢吃干果 带过来给您尝尝 您瘦多了 是吗 你呢 是胖了还是瘦了 凑近点 让我好好看看 你胖了 也漂亮了 你一笑话我 真的 比跟我的时候漂亮多了 那个时候你像个傻瓜 老是木呆呆的 让人看了就生气 花柱子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是像个傻子还是像个疯子 你说 你的眼睛里看见了什么 您不能老这么苦着自己 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了 你是第一个来看我的人 只要您愿意 我会常来看您 那有什么不愿意的 想来就来 只要不嫌我这冷清 我愿意陪着你 像从前一样 花柱子 花柱子 我这冷清 永和宫也不暖和吧 是不是 你冷得受不了了 皇上 弄在大老屋 给皇上请安 娘娘 皇上来了 你说谁来了 皇上 胡说 瞎了眼了吧你 你小兔崽子怎么上这儿来了 这暴徒阳尘的 你是揍儿子还是打孙子呢 去去去 皇上 皇上您等等 这儿土大 让我给您擦擦脚面 行了 这么大土味 还有一股子发了霉的味道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想不到你也在这儿 前朝一直忙着 周不出功夫来看你们 凑小警官也在 一块儿坐坐吧 一块儿坐坐吧 别站着 坐吧 好 宫里月银够花吗 哦 够 足够了 为了节省后宫的碎银 秉承额娘的旨意 后宫撤了不少奴才 身边人手够用吗 够 够用的 你这儿怎么样够用吗 如果人手不够 我不怪你 如果人手够的话 你应该把殿阁打扫得干净一些 就算是常人住的宅子 也不能住成这个样子 这里是皇帝的宫殿 弄得邋邋邋邋 臭气熏天的 你想做给谁看呢 小兔崽子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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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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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e爹爹爹哪做错了 您指点指点我 你别救我 我还指点 我没指点你 你就成了猴了 我再指点指点你 你还不注定了精 当着你爹的命 就敢伸出舌头来舔皇上的屁股溜子 那活是你干的吗 你怎么就抢 爹 我怎么了 我不就给皇上淡淡土吗 你嘴硬 我告诉你 皇上就是掉在地上两个兔抹星子 也轮不上你 你爹我要是忙不过来 兴许还给你留一个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闲着了就舔自个儿的牙床子 别动不动把舌头伸出来瞎穴吗 小心我 把他拽出来缠在你脖子上 勒死你小兔崽子 爹 儿子明白了 你松手 儿子明白了 你松手 你明白什么 我以后再也不乱舔了 皇上的兔抹星子归您舔 您那个 您那兔抹星子 他归我 归我舔 小子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 金贵人 你先回宫吧 皇上 回去吧 我想跟静妃说两句话 怎么了 皇上 皇上 臣妾想求您一件事情 什么事 臣妾想搬到侧宫来 跟静妃救个伴住 为什么 我不跟你说了吗 前朝的事太忙了 我不能总在后宫里泡着吗 放心吧 等日后闲下来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来看你们的 还是回自己的宫里住着吧 何必我一块起呢 不管是谁 就算是亲人一样 爱得近了 难免会磕磕碰碰 彼此都会不舒服 忘了以前的日子了吗 皇上 我 答应了我吧 求求你了 答应了我吧 大鲁屋 你哭什么 我不去侧宫 你要想去 你去 反正我不去 跟我去吧 我不会让他欺负你 本来我活得就没什么指望了 这下就更没指望了 别哭了 这个人你小心 那儿有个坑 把手给我抓住 别松开 你小心点 舅舅去世之后 你一直寡言少语 你是想惩罚自己 还是想惩罚我 我听见你跟别人说话了 你能跟景贵人说话 就不能跟我说吗 你在中宫奢侈无度 我指责过你 也恨过你 虽然你现在不在中宫了 可是你我还是亲人 我想想还是你的表哥吧 你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 让自己平白无故 吃了这么多的苦 这不是我想要的 也不是你该做的 打起精神来 跟别的嫔妃一样 好好过日子 我 我想问你一件事 离开克尔卿这么久了 大表哥的女儿 你还记得吗 他品貌如何 性情如何 能告诉我吗 不愿说就算了 没关系 选来选去 选正了他 他 他人好吗 好 当然好 又聪明又漂亮又人意 是个好姑娘 谢谢 保重吧 日后 再来看你 他是个傻瓜 表哥 真的 他是个傻瓜 明白了 表妹 你家不上有个瓜子皮 在这儿 自己摘了吧 后面 便宜过来 和您接触吗 他肯定了 我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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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用短枣 舅舅 直立总督和陕甘总督求见 郑兰齐 满洲都统和副都统 还有梁广总督的信誓 他们都想见您 不见 谁都不见 他们都在您床前跪着呢 都跪了两个时辰了 舅舅 他们 不出去 郑亲王 我们都递了折子 立保俭郡王 您务必保重身体 您就放心吧 保他 保这个魂章 我和莫德皇上杀了他 杀了这个 我 我 你 淑王 您的长子一世 嫉妒兄弟再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就更对不住您了 您为大清国鞠躬尽瘁 老天爷也对不住您 出去 都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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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见 都不见 师妹啊 到了师兄的府门了 进去坐坐吧 都等了一个时辰了 您才出来 还以为您不在家呢 乌云珠 给安居王请安 用不着这么客气 有什么事尽管说吧 那给您添麻烦了 我去了刑部好几次了 都被拦了回来 我知道您负责他们的案子 所以 一直也没敢打扰您 可这回 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请您宽恕 师妹 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只有我能做到的 父亲 他是老寒腿 我给他带了这个蒲团 您告诉他 别坐在墙角 别坐在有潮气的地方 太阳要是出来了 让他坐在暖和的地方 好 我知道了 我会跟他说的 还有这坛酒 是带给贝勒的 您告诉他 我会替他好好照顾额娘的 他要是想额娘了 就让他喝点酒 让他省着点喝 别喝多了伤着身子 拜托了 你放心 阿玛父亲的身体好些了吗 好些了 您带我给他问个爱 多谢 多谢您还惦记着 您告诉我父亲 和贝勒 我挺好的 别让他们挂念着 知道了 郡王你也保重身体 那乌云珠 先告辞了 主子 主子 该说的您还没说呢 你还没说呢 王爷 皇上会杀了鄂硕将军吗 不知道 皇上会杀伯伯尔贝勒吗 不知道 王爷 王爷 求求您了 您跟皇上说 放了他们吧 恶珠将军 他是好人 伯伯尔贝勒脾气不好 可是他也是好人 放了他们 您跟皇上说 饶了他们吧 坐吧 坐吧 这些是皇上赏赐给你的 你慢慢吃 吃完了呢 咱哥俩好好说说话 这是送刑的酒吧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看你想到哪儿去了 这些是皇上赏赐给你的 皇上知道你在这里边 也没什么好的嚼果 怕委屈了呢 吃吧 来 在这种地方 看到你这个样子 真是让我苦笑不得呀 你我一向不默 像这样上下相对而做 恐怕也是天意 是啊 世界上大大小小的事情 都有个天意 如果违背了天意 那咱们就得低下头来 自食其果 顺了天意 不也照样自食其果吗 你说的也是 咱们早晚 都得自食其果 大家兄弟一场 你跟皇上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不喜欢吃这些油腻的东西 这些猪身上的东西令人作呕 把它端下去吧 好了 多谢王兄照顾 开审吧 开审 审什么呀 雪白的豆腐上 落了个绿头苍蝇 一切都明明白白 你让我还审你什么呀 那好 你不吃 我吃 来 等我吃完了 咱们哥俩 再好好地扯着咸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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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景仁公主位 乘过话来了 说什么 问今晚上 是您过去 还是摊过来呀 几时了 丑时刚过呀 事情还没忙完呢 不过去了 那我把摊接过来 不必了 皇上 奴才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也不知道这个时候讲 合适不合适 接着说 上回 您翻了景仁公的牌子 结果 走到半道上 弯到侧宫去了 铜飞呀 溜溜一宿啊 都没敢合眼 等您呢 一直等到大天亮 性质所致 在所难免 怎么 他不高兴了 没 没有 哎呦 吞是个难得的 吞是个难得的喜性子 您什么时候 见着吞不高兴来着 这么好的性子 更得招您喜欢了 不是 这回呀 您又翻了他的牌子 奴才料定啊 不管您去 还是不去 他都不敢合眼了 等啊 就得等到大天亮了 吞不睡觉啊 肚子里的龙子 料定也睡不着 龙子要是睡不着 您还不觉得心疼 那 那可就是真的不心疼了 说什么鬼话 绕来绕去的 把人都说晕了 您可别闪着腰啊 这是什么 奏施术呈上来的折子呀 废话 我问你 这是什么折子 求情的折子吧 给谁求情 奴才眼镯 猜 恕你无罪 往下猜 是给陈大学士求情的吧 哦 他算什么东西 为什么给他求情 大学士一脑门子都是学问 连头发丝上都挂着学问呢 这要是咔嚓一刀切下去 那学问也就切下去了 可惜了了 没什么可惜的 人家那边倒是可惜了 大七的精英 朝廷的动力 宗室的香火 可得好好呵护着 千万别伤着人家一根寒 我欠了他们的 大七国欠 皇儿息怒 奴才有罪 奴才有罪呀 告诉锦仁公的主位 让他早点休息吧 别熬着了 我一个人熬着就够了 这儿 您怎么又来了 您是聪明人 除了眼珠子滴的水 您总得会点别的吧 皇上还说什么 您要老这样 甭管皇上说什么 奴才都不打算告诉您 吴公公 您说 我该怎么办呢 好办 您看见那茶壶了吧 壶嘴往前一歪 流吧 往外倒水谁不会呀 您就没完了 怎么着 也得给下回省着点不是 我就弄不明白 你会点什么呀 你袖口上露的那俩白的是蹄子呀 爪子呀 还是棒锤呀 捡起来 这 外头站着去 您这店里头怎么又有骨子大蒜头味儿啊 童夫人又来过了吗 童夫人又来过了吗 哎呦 她是你亲妈妈 又窜到您什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是不是 怕那鬼头刀落下来 剑郡王的脖梗子 禁不住 想让您这小肩板 帮他扛着 是不是 不是 不是那是什么呀 想让您抽冷子 隔着隔着隔着皇上 是吗 隔着隔着就隔着隔着吧 赶上皇上高兴啊 奴才我还敢隔着隔着吞呢 可有一样 您得赶上他高兴 皇上高兴啊 别说隔着他嘎嘎窝 您就是掐他脚心的肉也不碍事 捏他的鼻子呀 也不要紧 他要是不高兴啊 您又没看出来 或者是您看出来了 还上赶着隔着他 隔着完了 还不赶紧走 等他转过身来 转过身来 照着您的门面呀 咔咔嚓 就是一下子 得住哪 是哪 到那时候 您这漂亮的小脸蛋 可就少点东西了 离着中宫 就差几块砖了 稳稳当当的迈过去 千万别犯糊涂啊 谢武公公指点 人呐 犯什么错都不碍事 可有一件事 无论如何 您得弄明白 为谁活着 您要是为别人活着 我要是劝您一个字 我是混蛋 哦 给亲娘当屎盆子 给表舅舅当脚巴烟泥 贴在皇上的嘎吱窝里 当养羊肉 没人拦着您 您要是为自个活着 奴才 我给您背了一句话 就一句 听着舒服啊 您就用您的小嗓子眼 慢慢的咽下去 只管您自个 别管别人 哪怕您有十八板武艺 再烧上一百零八个花样 也别管他们 别管他们丫头养的 只管您自个儿 听见了没有 本公公的话呀 就是木头板子上 钉钉子 铁飞镖钻透了皮靶子 您啊 让它结结实实的 扎在您的心里头 千万别把它拔出来 哎呦 您这把青丝啊 您这把青丝 要是不撒在中宫的枕头上啊 老天爷那俩眼呀 就是俩窝窝窿了 您替我去回皇上 我不熬着了 让他也别熬着了 早点睡 下去吧 天 天 作曲 李宗盛 爱过很多理性依然不去 小声般泪水奔流年年月月 此生悲喜难绝 但愿风雨路上独行夜 你如花我如叶如气如素 我是飘铃叶此去永相悦 来生相逢出泪难写 但愿风雨路上独行夜 你如花我如叶如气如素 我是飘铃叶此去永相悦 来生相逢出你我 你如花泪难写 写风链残阳蟹 生与思涌相灭 来去之间冲冲点点 云中梦中不见天洁 苍茫人生鼓来阴晴圆缺 爱过很多理性依然不绝 小声般泪水奔流年年月月 此生悲喜难绝 但愿风雨路上独行夜 你如花我如叶如气如素 我是飘铃叶此去永相悦 来生相逢出泪难写 那愿风雨路上独行夜 你如花我如叶如气如素 我是飘铃叶此去永相悦 来生相逢出泪难写 来生相逢出你我泪难写 我 reag知世 有 我 brief 我 share